许多朋友常常询问 为什么我的幸福还没来到呢? 收听昭仪幸福道 你的幸福准时到 欢迎大家收听昭仪幸福道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圈 今天很高兴可以邀请到上光昭仪老师 来为我们来讲一个很有趣的主题 就是五行色彩性格分析 至少我自己很感兴趣了 因为呢好像很少很少的一些体系 有讲到东方五行色的那个内容 如何用东方五行色来理解你的灵魂特质 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主题 然后呢因为一般我们理解东方的五行元素 都是用在中医的系统啊 或是命理的系统 感觉呢很高深 然后呢又比较难以接近 但是呢今天呢 教育老师把五行元素呢 用很简易的方法来告诉我们 可以用来调养身心 然后呢用不同的元素 就可以对应到天地之间的能量 然后呢也让五行色 可以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来提升我们身体的活力 还有重拾灵魂的力量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有请到呢 上官教育老师 这个色彩能量专家 由能量的角度呢 来跟我们来谈一谈 为什么呢我们要运用东方五行色 来调养我们的身心状态 那如何用到五行色彩 来启动我们的内在的光明 跟神圣的面相 那如果我们多少还是会遇到一些情绪的问题 然后内在的周解 那如何用到五行的颜色 来协助我们调整转化呢 然后现在呢我们来邀请 上官教育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 谢谢 如果讲麦的话呢 我们就会有 因为这个水 那为什么对应到水 因为人的身体 我们有70%以上都是水的组成 我们的血液有90%以上水的组成 所以为什么喝水用水这么重要 所以当你用到一个神圣的水 它就能够去让我们 回头重新回忆起我们的源头 我们用水来共振 因为水那对我们来说 它就可以疗愈我们的情绪 所以如果用不同颜色的能量水的时候 它就会让我们激发起我们的灵魂深处 理解到我们的脉络从哪里来 所以它就会有三种脉 就是天地人 所以好处是什么 就是用的时候呢 就命理的方面来讲 天地人其实是三合的意思 就是天时地利人合嘛 对不对 你掉了这些 你就会很顺利的幸福 那所以我们在用这些时候 也会激活不同颜色系统的天地人三合 那就会让你找回到脉络 那这个脉都跟水有关系 因为这全部都是水的源头 然后就会激活我们的生意 所以它激活的效果来自于这 因为一般美容的产品也会这样 然后最后当然还有经活的那个概念 就是经活的保养的概念 美容概念 那所以我在想 昨天我在自己上 我一直在想就是说那个脉 那应该用什么样的中文名字 那可是天界 Deva的话呢 名色香华 代表天界的一个人 我们凡是用这些都是天人下来的 凡是创造这些像你们 我们这种美好的都是天人来的 所以天界就是没有丑都是美好 都是美丽的 那所以可是天人下凡天人当人 他在某个高度上他要重新回忆起他内在的美好 就像在天界的美好一样 那他要保有这种纯净的美好 所以为什么下层前意识都是透明的 所以我们心里是光明的 那不管我们的意识层面来有什么样的五行颜色性格 都不会影响我们内在的光明的美好 因为这是来自于好像天上的讯息一样 就每个人都有这种美好 那可是我们会忘记 所以呢当我们在用这些颜色的时候 他就会让我们恢复起 记忆起我们内心深处的美好 那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是天人的关系 对就我们创作的这些人我们是天人 所以我们才能创作出美好的东西 而不是丑陋的魔法 就是差别很大 我们只能看得到美好 我们看不到 长的黑的 我们看不到 好 那 那 那所以香华呢 Deva 它也代表这种天界 所以我们才会用香气 薰香 对不对 颜色 然后好的声音 这是我们擅长的工具 所以我们天生就懂这些 我们就会这些东西 对 守护灵说是 好 但是我们最大问题是我们会堕落 所以我们就会有 我们堕落的圆 开头就是情绪问题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五行色彩性格分析 每一个其实组合是三种颜色 就是比如说绿色透明跟金色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每一瓶都有金色 对 我们都有透明跟金色 这是我们的主色系 而透明是我们的源头 金色是我们个性 就是我们成为人之后我们的价值 每个人都有金黄色的价值 所以这两个我们在里面是绝对不会忘记 所以每用一次就会提醒我们 重新恢复起我们个人的价值 跟我们的源头 那我们都需要这两种 因为如果我们只在找寻价值 没有源头 灵性 灵性源头的话 我们就会流于俗人 凡人 或是我们就每天在生存 生老病死 金钱这种小事情里面 还觉得很溃乏 因为大部分人缺金黄色 那所以呢 我们除了要人的这个价值 可是如果只是像你刚刚讲的 这种只拘腻在生活当中 他就会变成只顾我自己家 很小气 很自私 很自我 只在意自己的生存 自己的家 有没有钱 然后就变成金黄色的反义字 就是上瘾 就是会变成那种焦虑 一点点的问题 他就很在意你焦虑 所以一定要有天人的力量 就是灵魂光线 所以如果他不管怎么经历 他都知道我们人是平等的 这个光明源头 不只是说知道自己内性光明 还要知道人跟人之间的 内在神性跟灵性力量 人人都有 人人都有这个光明面 只是有没有启动 所以用我们产品就会启动 那所以当他有了这个力量之后 他才能平衡 真正找到他身为人的存在感 存在价值感 这是我们想要去赋予他的 这个灵性意义 所以我们基因能量很高 所以当一个人他在用到这个颜色 配合上他的 我们说天地人 对不对 所以其实人脉的颜色 是跟金黄色有关 天脉脉的颜色 是跟透明有关 然后地脉 你怎么跟地生存 你的遗传 对不对 你要跟你父母相处好 你要关系 亲密关系 然后你跟社会关系 跟地球关系 这些地脉呢 我会放在五行色 那五行色 五行的颜色在中国元素来讲 它本来就是大自然的色彩 是古人看到色彩 哦从东方出来 然后什么样 哦原来叫东方白 所以他在看那个时间 跟那个天的关系 关时跟天的时候 他找出色彩的 所以其实中国五行色 是更接近大自然色彩 我们之前讲的脉的色是人的自然色 人本来就有这种能量 可是钻研到后来 你发现 人只钻在人 可是就忘了人天 所以我们后来加了气场 气场就开始感应咯 对不对 跟这个世界咯 人的互动咯 那现在到了这个 我们又上一层 就是开始跟宇宙 开始结合 所以当你在用的时候 你就会感应感受到 或是感应到 这种地脉的关系 那跟土地的力量 用这个绿色 所以你会彰显出 这个绿色的人格特质 或是五行色的人格特质 刚刚我讲的 中国五行色 是来自大自然的力量 所以我们其实也是 汇聚宇宙自然间的 自然色彩 那创办人就是我 我认为 人的灵魂深处 就是刚刚讲 都是纯净 就是洁净纯白的 因为所有的颜色 打在一起 也都是白色 所以其实我们最终 来跟去都是一团光线而已 我们带不走 我们的肉身 对 所以其实这个概念 也是在我们这里面 很重要的 也就是说 刚刚我们讲过 如果你太在意生活当中 这些色彩 太执着 就变太执着 那可是我们重点 不是要人们 陷进去 而是要人们看透 所以它才叫明色 明色是十二因缘的 佛学的概念 所以我们 执着进去 所以我们成为这个人 然后我们想要的都得到了 最后我们如何超越 我们现在那种幸福美满了 那我们如何看到 它的存在 那再高一层 就已经到 国家长的空性了 那空性就是 我看到它存在 但我并不迷它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你再用它的时候呢 你就会进入到 不同宇宙的 次元的领会 所以当你执着的时候 你那种事 只是处理你的情绪 你只能那样 当你已经开始 有空性的时候 你再看它 你进去看到之后 你就会看到不同的 里面的宇宙现象 那在 就那个空间了 这个宇宙就是次元空间 所以你在那个空间里面 你就会发现 你已经是超越了 那个基层 就是白人间的层次 可是你已经在 空性里面了 看到 所以你能够在里面 再提升 所以我们赋予它是 这样不同层次的功能 那因为什么 因为光的原理 就是最后它是透明的 那这些透明的光呢 本身它就是代表 我们纯粹的灵魂本质 所以譬如说 我像我在写说 所以我说 我认为具有五行特色的人 譬如说 不管是金不水 或土 什么 每一种命 那配上 任何一种灵魂特质的人 它本来灵魂光线 都是纯白的 所以下层的无意识 到了上层的意识 那刚才讲了 金箔代表人的 灵性光辉 也是每个人都想 在这个世界上 找到绽放自己的光芒 所以我们统一会给它定色 就是金黄色 我们到这里 金黄色已经是 形而上 对 我们的概念是这样 因为人 这是气场的形而上 形而上 就是气场颜色 因为人真的 它在发挥 它光芒的时候 是金黄色的 金光闪闪的亮光 出来 人走的时候 像我爸那时候 人走的时候 最后那个金色光也要离开 对 所以我们已经把这个 灵魂的力量放进去 透过内在纯粹力量 跟后天培养自己的光明 这个就是明色香华里的 三种色彩 三种色彩灵魂光线 比如它就是有灵魂光线 智慧光芒 就是我讲这三种里面 就是有灵魂光线 智慧光芒 跟五行色 那就代表天地人三层 这样 所以你看 我们美丽系统 做很多跟天使有关的 是因为来自于光明 人都是一团光线 那它就会跟光明 还有天使有关系 非常感谢焦仪老师 那么精彩的分享 然后呢 让我们呢 更能够理解到 五行色 如何运用在生活当中 如何提高 我们自己的内在的光明 也知道呢 如何度过我们内在 有时候低潮 或是不安的情形 如果呢 各位听众 对于呢 想要知道 自己每一天 如何活用你的五行色 然后呢 如何用色彩的搭配 每一天呢 给自己提高你的高能量 欢迎呢 来关注我们的脸书 爱上官 传形象 品牌创意管理 有限公司 里面呢 每一天呢 都会有五行色的穿搭分享 让你知道呢 今天穿什么颜色 最适合你 让你呢 无望而不利 好 所以今天呢 谢谢教理老师 也谢谢各位听众伙伴们 我们下一次再见 给我呢 诶 香港